女人挺着大肚子 靠在栏杆上 正准备理丈夫和女儿拍照 下一秒栏杆 则突然断裂 丈夫见状赶紧上前营救 可显然是为时已晚 女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好在经过检查 女人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肚子里的双胞胎变成了一个 女人醒来第一件事 就询问肚子里的孩子 去哪了 听到丈夫说孩子 只生了一个 她的心里伤心欲绝 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 医生认为 她肯定得上了产后抑郁症 她告诫男人 一定要多给妻子关心疼爱 可有一天晚上 丈夫突然听到楼下 传来诡异的声 她缓缓走到楼下查看 发现妻子正在拼命抠墙 嘴里还不停地说 要把儿子救出来 无论丈夫如何叫喊 她都丝毫无动于衷 很显然 妻子并没有从 失去孩子的痛苦中走出来 为了更好地帮助妻子 大壮找到为妻子买药的邻居老王 询问妻子以前的情况 经过一番讲述 大壮才知道 妻子并不是摔伤后的上的抑郁症 而是从小的时候就有 得知这一切 大壮只好给妻子更多关心 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妻子会从伤心的痛苦中走出来 但不久后的一天 家里突然送来一个神秘包裹 男人并没有多想 直接转身就去上班了 可让她不知道的是 这件包裹会让她伤心一辈子 女人挺着大肚子 从栏杆摔了下来 肚子里的双胞胎 当场变成了一个 虽然这件事 让夫妻二人伤心不已 这天男人回到家 突然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并且保险柜也被洗劫一空 他还以为家里 禁贼了准备打电话报警 可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对方是自己的双胞胎女儿 虽然女儿嘴里不停地说话 可他却一句话都没听懂 只听到了一些 海浪拍打水面的声音 大壮猜测 妻子肯定带着女儿 去了年前买的海边别墅 于是他赶紧驱车前往 来到这里后 他看到女儿正推着婴儿车玩 可大壮询问弟弟在哪里时 女儿却没有说话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赶紧翻开婴儿车上的玩具查看 结果竟发现小儿子 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看到这一幕 大壮心里伤心欲绝 为了弄清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大壮赶紧来到别墅寻找妻子 好在他在二楼的角落发现了他 他想要询问妻子发生了什么 可妻子却没有说话 无奈之下 大壮只好亲手将儿子埋葬 带着妻子离开了别墅 来到了丈母娘家 丈母娘听说此事后 向她说明了实情 原来妻子根本不是患上了抑郁症 而是18岁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大壮听后伤心欲绝 把妻子送回了家便 独自出去散心 可她前脚刚走 邻居老王就拿着药片 来到了她的房间 老人每天都要拿着药片 为邻居吃药 因为她患有精神疾病 一旦停止服药病情 就会发作 随着一把药片下肚 翠花渐渐地昏睡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丈夫回到了家中 见翠花迟迟不肯开门 她开始拼命呼喊 就在这时 胡子哥一把拉住了她 经过胡子哥的一阵讲述 男人才得知妻子患病的真相 原来 胡子哥被诬陷 蹲了20年的大牢 那天的匿名包裹 正是她寄给翠花的 里面装着的 都是一些翠花被侵犯的照片 她希望这些照片 能帮翠花想起以前的曾经 让她站出来 证明自己的清白 也正是因为 20年前的这件事情 让翠花精神受到了刺激 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她拿出了一张照片给大壮看 结果发现 罪犯拍照片时 却露出了自己的戒指 大壮一看戒指 瞬间想起 隔壁老王手上也有一个 意识到不对的大壮 赶紧冲刺赶回家中 结果直接和老王 撞了一个马牌 看着事情已经暴露 老王也不再选择伪装 直接抬枪 就准备来个杀人灭口 可一声枪响后 大壮并没有受伤 反而是老王中枪了 原来翠花看到包裹里的照片 神志已经恢复了正常 会议起了曾经的一切 故事的最后 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女儿 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而老王则被翠花打成筛子后 丢到了警局门口 他的旁边还有一些 他犯下的罪证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善恶中有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